但是接下來這個人他到底在想什麼 最近真的怪怪的 這個是北韓又開始了 證實昨天試射了 這是最新型的 洲際彈道飛彈火星19 發出來的影片呢 就告訴你金正恩很滿意 這個火星19呢 最高的高度說有7687.5公里 同時呢 他最後是掉在了日板海這邊的 公海預定目標區 表示什麼 表示飛行時間啊 高度等等 都是創下了他們的一個新紀錄 怎麼這麼高啊 今年真的是突飛猛進 到底吃了什麼神丹 大家就在問 俄羅斯是有志祺數指導嗎 克里姆林公的回應是這樣的 不評論 我就是不評論 我們呢 有致力於兩國的全面戰略合作發展 那當然 當北韓這邊有動作的時候 南韓就會跳腳啦 他就會去找他的大哥 美國說怎麼辦怎麼辦 他又射新飛彈了 大哥也沒辦法 說不然我們來演習反制吧 要進行的是自由旗幟的聯合空中演習 要模擬的就是這種移動的飛彈發射器 進行空襲的演練 那同時呢 他們也會有運輸啊 模擬運輸車垂直發射器 要來做一些攔截等等 好這一些呢就是南韓他的反制之道 但是對於北韓來說 他現在會不會真的在戰場上練兵 所謂的戰場是哪裡 是俄烏烏戰場 發現北韓派了三名將領去俄羅斯 金正恩的軍方親信 還有特務頭子說通通都去了俄羅斯 去那邊幹嘛呢 有一個傳聞是8000名的北韓軍 以及抵達了俄烏邊界了 布林肯美國國務卿就講 不久之後這一批人就會投入俄烏戰場 因為呢他們有發現俄羅斯有在訓練他們 包括了大砲無人飛行載具 基本步兵作戰等等等 表示是可以投入前線作戰的 甚至呢人不是只有8000人 可能會增加到8萬8000人 那對於烏克蘭來說 當然我以為他沒有人了 征兵隊 可是可能沒有人要上戰場 沒想到竟然獲得了這北韓這一邊的天柱 所以呢他們就直接打空戰了 一樣空飄傳單 這南韓那一套把它拿過來這邊用 打的是心理戰 說如果來的話你就會像炮灰一樣 被裝進濕袋裡面 不要這麼危險啊 澤倫斯記者講了 欸奇怪了 這麼樣一件事情 怎麼西方你這邊都沒有反應 是不是應該要出來幫我們說一聲啊 中國怎麼會沒有反應 他真的很驚訝 布林肯說怎麼會沒反應呢 我們正在跟中方就這件事情 北韓派軍援助俄羅斯的問題 來進行強而有力的對話 當然這個是布林肯這一邊的說法 中方這一邊呢還沒有看到更多的說明 只是說現在在前線到底是怎麼樣一個戰況 發現了在東部戰區這一邊呢 頓巴斯的戰線現在烏軍說是面臨崩潰的 澤倫斯基他的這個部隊少將呢有坦言 兵力懸殊是達到1比8 甚至呢是戰線已經崩潰 進到了這裡戰區裡面他們自己缺乏彈藥缺乏人力 這是主因而他們也有一個女都精出來講 講說你知道嗎現在不是只有缺戰力缺人力 甚至呢是亂調派命令醫護人員 然後去當空軍的技術人員都通通去前線當成步兵了 那這樣子的亂調怎麼樣來作戰呢 整個都亂了嗎 澤倫斯基說最亂的是 竟然美國一直跟我們講要給我們權 給我們軍援給我們武器 可是我們到目前為止只收到十分之一 這仗到底該如何打下去 兩相對比就會非常的感慨 就想要請教一下賴老師您怎麼樣來看 原因是因為今年北韓是真的突飛猛進 一再的試射而且一再的創下紀錄 金正恩都說他很滿意 前兩次的試射失敗 但是這一次突然間大成功 而且這一次的成功真的是讓美國 日本韓國嚇壞了 為什麼 因為它幾乎是垂直的一個發射 而且發射的非常的高到7000多 然後當然它是一個拋物線 但是它最高度 它的整個距離可以到7000多公里 然後這樣落下來 飛了80幾分鐘 如果你把這樣的一個這麼的高 你把它拉平的話 一般估計它已經可以到 1萬到1萬2 也就是說破了過去8000公里的一個界線 這代表什麼 代表朝鮮已經可以達到美國的本土 的任何一個戰略型的城市了 美國面對於一個朝鮮 它有核彈 而當它的核彈頭裝上去以後 可以打到美國的任何一個戰略型的城市 雖然它的精度並不高 但是戰略的核彈的精度 並不十分的要求 那這個朝鮮敢不敢打 它是一個敢打的國家 這個對美國人來說 他們來說壓力很大 對朝鮮來講 他當然開心 對金正恩 因為如果說他在後面連續 連續兩次都試射成功的話 這個就穩定了 這個技術就掌控了 他就可以開始量產 一旦他開始量產了以後 對美國對日本的威慈力就很強了 那美日韓的這個聯合的軍演 一次再比一次的更大 基本上來講很明顯的在過去 跟現在跟未來 都下不了金正恩 在過去都下不了了 那一旦金正恩擁有 可以打到美國 每一個戰略城市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坦白講 你再怎麼樣的演習 都下不了金正恩 所以美國已經是沒招中的招了 這個很可悲 那逼著你美國 要不要來面對朝鮮的問題 就是說你要不要來解決朝鮮被制裁 解除制裁的問題 跟核武的問題 已經他從沒有核武到擁有核武 到擁有把核武 送到你家去的能力 這個階段你拜登都裝睡 都不去處理 你錯過了時機了 現在他已經擁有了 你怎麼辦 你要付出更高的代價 不然的話他不會把你 他不會理你了 那請問朝鮮擁有這個能力 是從哪裡來 大家都知道 一定從俄羅斯來 那從俄羅斯來 那朝鮮要還給人家什麼 那就是派兵 可是這個派兵對朝鮮來講 他是兩例的 因為一方面雖然他是 一例是拿到這些更高階的技術 可是另外一例是讓朝鮮的軍隊 擁有現代化戰爭的實戰經驗 那不得了啊 因為當朝鮮的軍隊進入俄羅斯來作戰的時候 那他擁有的實戰經驗 他會比韓國更能打仗 那他會不會產生更大的企圖心 那如果他產生更大的企圖心 那對於韓國是非常不利的一個情況 所以韓國為什麼會這麼焦慮這麼緊張 是因為韓國的軍隊沒有實戰的經驗 而朝鮮的軍隊有現代化戰爭的實戰經驗 這兩軍之間那就不一樣了 好 那我們再問說 那朝鮮會怎麼打 朝鮮可以這樣打嗎 當然可以 為什麼 因為他是根據他跟俄羅斯的軍事同盟條約 那他跟俄羅斯的軍事同盟條約 俄羅斯被攻擊被侵犯 那朝鮮就有義務去幫忙 這個條約跟美國 跟任何一個國家簽的軍事同盟條約 都是一模一樣 都一樣的情形下 那我們要問說 不是俄國去侵略烏克蘭嗎 可是烏克蘭也打俄羅斯 當烏克蘭打到俄羅斯的本土的時候 俄羅斯就是被侵略的 所以他要求朝鮮來幫他驅逐 那些被俄羅斯被侵略的地方 就是庫爾斯克的情形下的時候 俄羅斯是不是就有能力 有空間把他的兵力抽出來 轉移到烏克蘭東部 各位想想 烏克蘭已經目前打得一塌糊塗了 現在又要面對可能來的 五六萬的俄羅斯的生力軍 那烏克蘭怎麼打 相信教一下小建長你會怎麼看 如果說我們看最新的 有關於在庫斯克的狀況的話 那其實維持不動 從27號到30號 美國的戰爭研究所所公佈的內容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這一張圖 沒有任何的進度 他們在等什麼 他們就在等美國大選結束 美國大選結束等著川普拿起電話來 在就任前就解決俄烏的問題 這個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我們如果說來看庫斯克的狀況 應該以當初對日抗戰的 長沙會戰的狀況來看 那是一個什麼 那就是天如戰法 就是我就引誘你 引誘烏克蘭不斷的向俄羅斯深入 深入之後呢 我再一個一個把你殲滅 從最南的這邊 其實是車程的部隊 那我個人的研判 也就是北韓的部隊 會從中間再切入 然後再加上俄羅斯現在的部隊 這樣不斷的切穿 那也就是剛剛主持人所講到的 戰況非常的危急 那至於說我們看到 這個北韓它的飛彈試射 我們其實回想看看 在2016年之前 我們對於北韓各型飛彈的印象是什麼 勞動啊 大浦洞啊 現在還有聽到這個名字嗎 再也沒有了 現在聽到的通通都是火星系列 火星系列當然它也曾經發生過爆炸 曾經發生過 試射失敗 可是現在我們看到的幾乎都成功啊 那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就是 昨天試射的火星19 火星19它的這一個是12軸的 這一個載重車 它12軸 那也就是目前來來講看到最長的 這一個載重車 那這個載重車 那其實金正恩這很愛秀的 他還帶著 他還帶著女兒在這所有的官兵前面一起合照 那這一次所試射的高度呢 其實是最高的一個高度 它為什麼這樣射呢 因為其實對於北韓來講 它不想要再繼續被制裁了 也就是如果它直接飛越日本上空的話 是會繼續被制裁 雖然它已經沒什麼可以制裁 但是它就是用這種高彈道的這種方式 高拋物線的彈道的方式來進行測試 那如果說按照以前的 從這個火星系列開始來看的話 之前的火星15已經可以到達13000公里 也就是如果從北極那邊飛過去的話 連邁阿密通通都在射程之內 那其實我們大家對於北韓的部分 都是我們所看到的都是北韓給我們看到的 例如說我們看到10月23號的時候 這個最愛秀的金正恩 他一樣去參訪了這個部隊 然後這一個飛彈 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那個火星19 那我們仔細看一下他的其他照片 他的照片都是有羽翼的 他這個照片是什麼意思 他也有地下長城 也就是他所有的飛彈通通都是部署在地下 告訴美國你想要來打我 你想得美 然後我們都沒有想到原來北韓 現在也可以對於美國以及歐盟進行 不是歐盟 北約進行核威擇 就是我的部隊你最好就像當初法國進入烏克蘭一樣 就是平等對待他們怎麼打就怎麼打 你不要以為現在在朝鮮半島就沒有防禦了他們的火星19已經準備好 請教一下董哥怎麼看 我覺得裡面最好笑的就是布林肯說 美中正就北韓派軍員 富二來盡情強有力的對話 你跟中國大陸為什麼要這樣 冒非你還認為中國大陸是北韓的老大 現在北韓他已經跟俄國人這麼密切 大家有共同防疫的一些條約 其實北韓這麼多年來 他一直跟中國大陸示意就是 要給他更好的技術 然後更多的援助 中國大陸因為在國際上有一些約束 他沒有那麼爽快 美國現在因為俄物戰爭 他找到一個技術很強大的俄國合作人 所以這個史料未然 美國去鼓動烏克蘭去挑釁俄羅斯 然後去制裁俄羅斯 剛好北韓長期是被他制裁的 那他就跟俄羅斯就一拍即合 所以他學到好的技術 那你現在去找中國大陸幹嘛 你們最近還在修理中國大陸 制裁這個 制裁那個 你有時候看這些東西真是可笑 所以布林肯當然他也快下台 他昨天也是在白宮扮演小丑的 就那幾個他還在場 我有時候看這些 你會發現現在世界上的局勢 已經不是美國說了算了 美國是越來越衰弱 沒險一次傷害一次 這是已經一個大事的情況 那現在因為北韓過去金正恩 我們知道全世界被認定 有九個國家有核武器 現在兜了一個以色列 以色列最近被發現說原來有 那是美國給他 所以總共十個國家 那當然大家想說北韓被制裁 經濟人很露 然後每天我們寫北韓的新聞都是假的 我們台灣還有立法委員說 那個金正恩露面 那個金正恩根本是假是替身 是替身嗎 是啊 那個普丁也快死了 你看都得癌症 我們台灣這些媒體 還有去 對於這些國家都用充滿醜話 而不正視他實際上的人量 或者他的力道 這些你都不老老實實講 那金正恩本來沒有錯 他被制裁 他被很多國家給邊緣化 但是你不要小看他 每個人叫他金小胖什麼什麼 我告訴你他在小孩子的時候 他爸爸就送他 跟他妹妹去瑞士讀書 人家是受正規的教育 他不是你想的說 一個胖胖好像呆呆的 不是嘛 你把這些人都當作是一個飯桶 然後來嘲笑他 他有他的魔類 好 那現在大家可以看到了 他一根二國一圈 他馬上把跟南韓的鐵路把它炸斷 你拿我怎麼樣 然後他開始羞辱你 他放了一堆什麼 什麼奇奇怪怪的氣球 放到清華台上面 那個湊死你 就是那是一種羞辱性的 來 來打 來試試看 所以現在韓國怕了 現在影席業的民調 兩成多一點點你知道嗎 為什麼韓國人怕打仗 現在全世界不怕打仗 只有台灣人 每天要跟人家開幹 大家看了就是這樣 所以你現在看到金正恩 他其實在這個 在所有全世界來講 他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 就是說我被你制裁到底 但是我能夠找到自己的活路 那我的武器越來越精進 我選美國啊 美國為什麼要敢這樣 所以現在的北韓 對俄羅斯來講 他就相當於美國的以色列 以後武器起來了 到處殺人 你們沒有人哪有辦法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看到 就是一個世界上又改變了 兩大集團慢慢又呈現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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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